紧急通知紧急通知 爵士重建了全面重建了 所有区域均可被交易 有区域说那跟你忽然有啥关系 有有大关系 首先第一点 现在忽然跟蓝网出一个停滞阶段 对于欧文这个交易一直都没有谈妥 一拖再拖 现在爵士出来之后 忽然可以考虑B方案了 在考虑B方案的同时 并且也能给蓝网压力 我说一说忽然跟爵士的B方案是什么 我的初步设想是这样的 用微少加一个手轮去换取康利 加上这个博洋 这笔交易爵士为什么会同意 因为康利属于一个溢价的合同 它是甩不出去的 今年一年合同 明年还有一个半毛浪的一个合同 博洋属于一年合同 相当于他用一个到期的博洋 换了忽然的一个手轮 吃下微少整体的薪资基本上是持平的 他没有什么吃亏的地方 并且还甩掉了康利这样一个溢价的合同 对于重建的爵士来讲 能得到一个手轮 忽然未来27年的手轮 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筹码 这还没有完事 还得用塔克去单换贝福利 也可以加一个侧轮 因为贝福利属于是刚刚被交易过的区分 他的下一笔交易是不能打包交易的 所以说贝福利只能进行单换 那么单换就只有塔克去匹配 忽然出的是微少 一个手轮 一个塔克 一个侧轮 换来的是康利 博扬加上贝福利 但是这两个操作是分开操作 爵士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要手轮签和年轻人 首先塔克相对年轻 然后也得到了一个手轮 加一个侧轮 那么胡仁为什么要这么操作呢 首先第一点我刚刚说过了 给蓝网压力 我们的首要方案还是欧文 因为欧文才是八高上线的那个人 第二点 这个交易有一个好处 好处在哪 好处在于我们明年依旧拥有薪资空间 博扬一年合同 贝福利一年合同 康利一年合同 加一年的半保障合同 明年打完之后 就剩一个半保障的合同 所以说到明年休在期的时候 忽然还是拥有一个顶心的空间 我们在得到这几个群文之后 今年保持不错的一个战斗力 明年又不识灵活性 付出的代价也不算太大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胡仁来讲 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操作 对于这样的一笔交易 你们怎么看呢 给打在评论区 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就说这么多 晚上9点日过 最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